嫁给一个老实男人,结婚后常住在娘家,理由说出来都怕别人笑话。 婚后长期住在娘家,难以启齿的理由。 大龄女子也希望有一份美好的爱情,也幻想着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夹着七彩腾云来到我们的身边。 可是现实往往是惨酷的。 由于自己不再年轻,多少大龄女子仓促的找个人就嫁了,小芳就是其中的一员。 年轻时由于忙于自己的事业,总觉得自己还年轻,事业有成,不愁找不到好男人,也许是自己挑花眼了,又或者是缘分没到。 一晃年过三十,女大不中流,越流越是丑,父母的哀声叹气,这让小芳内心也无比的焦急。 经过几次相亲,小芳认识了现在的老公,他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男人,对小芳也是体贴热味。 他们现在大多数的情侣一样,订婚,结婚,可是就在冻黄花作业的时候,老公看着床单陷入了沉思。 小芳生活不减点,没想到老公还是一个有着浓厚处于情节的男,逼问着小芳婚前的事情。 很多往事,小芳并不想想起,这让老公更加生气,从那天以后夫妻生活,每次老公都是硬来,连一点点预示的动作都没有。 小芳安慰自己,可能是因为刚结婚,新婚业啊,过了时间可能老公就好了,但是事情远不是小芳想的那么简单,老公似乎在惩罚小芳,夫妻的那些事不给于小芳尊重。 小芳感觉自己像起了一些欺辱女性电影中的女主角,难以启齿,没有办法小芳最终只有搬回娘家住了,这种婚姻到底怎么样继续下去,难不成离婚吗? 小芳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界中。